今天我們公民參與旅行手村來兩位新參者特別感謝這兩位新參者 一位叫做政偉,一位叫做雜誓,對沒錯,然後由我來通證報告我們今天出準備的結果 順帶一提大家其實還是太認真的,所以最後左右都沒有玩到,下次再玩 我們總共設備了四到五個tool,然後第一個tool是我設備的叫做your priorities 基本上這個tool的截圖大家可以看到在這邊,它的概念其實比較像是對於某一個人的提案或是意見 針對他提出贊成或是反對的論點這樣子,對那你在回應的時候你就必須要選擇你要贊成他還是你要反對他 贊成就在左邊反對就在右邊,然後你可以寫你自己的想法在裡面,然後這些想法可以被upvoted或是可以被downvoted 對,基本上大概就只是這個樣子而已,那我們覺得這樣子的工具對於議題的想像比較容易被現縮成 Either是贊成或是反對啦,比較沒有辦法有多元的表達這樣子 OK,然後第二個tool是現在已經離開了這回的idlaw,對 那這一個tool,這邊沒有截圖,但沒有關係我用講的 就是它的概念也比較像是做project的概念 你會先有一個計畫總欄,然後再分成很多個大方向,然後再繼續往下細分,大方向分到小方向 最後會有一些小方向裡面的提問,然後你身為一個user你要去針對提問去回答 然後從完全同意到完全不同意這樣子,所以身為一個user 你其實沒有辦法去表達自己的意見,你必須follow題目設計者計畫的提案者的脈絡去回答問題 你可以選擇你要回答,你可以選擇不要不回答 你可以選擇完全同意到部分同意到部分不同意到完全不同意 這可以有多種選擇的,但是你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特殊的意見這樣子,比較像是論卷的東西 但是這樣子的回答別人也是看得到的,其他使用的其實是看得到的 對,然後第三個tool叫Rumio 我先往下滑一點,讓大家看一下Rumio的截圖 然後直接從截圖開始跟大家講 基本上你可以丟出一個議題,比如說在那邊隨便亂揣的 就是UberEats跟送財產的關係如何界定這樣子 然後下面大家就可以開始回答這個問題 或者是就像是聊天一樣,就是一直回一直回這樣子 那除了回應以外呢,還有投票 任何一個User,不是這個提案的提案呢 是任何一個User都可以在這個提案底下去開一個投票 譬如說我在下面寫這個User非常的生氣,他說我要去老公不丟雞蛋 然後下面就可以開始投票,投票就會有人投,不要反對,objection 這樣子,但這件事情是每一個User都可以做的 然後你一旦開了一個這樣子的投票的動作以後 旁邊這個timeline上面就會畫出一條橫線 他就會畫一條橫線,然後寫說在開了這個議題的幾分鐘 或是多久時間以後,有人開了這樣子的一個投票或是起義 對,然後你之後的人越開越多 想上面這個timeline就會越塞越滿這樣子 他除了普通的投票以外,他還有其他有比較有趣的東西 譬如說他可以說,有很多選項,單選或是左選 然後有很多選項你可以push他 或是有很多選項,你像有10個10、15這幾個選項這樣 他的不是只有yes或no,或贊成或反對 他投票其實是多元的,對 然後第四個是為了調查的consider 那他有趣的地方是在於他的贊成或反對是一個光譜性質的 你可以選擇部分贊成部分反對,你可以拉來拉去 然後你拉完了之後你可以選擇其他人的贊成反對意見 然後你跟他,或你說我也贊成這個意見 或是其他人反對意見,你也跟他,我也反對這個意見 然後別人點你的頭像,這上面的小圈圈的時候 他就會看到你的這些意見 不只是你的分數,你部分反對怎麼可能 好,謝謝大家